我之前也提過 我覺得電動機車基本上來講 在基隆如果我們像這樣大量的採用的話 是可以代替U-bike在這邊做最後一里路的轉乘 甚至說更進一步的是說 可以提供給不是只有青年朋友 而是使用在一個代替U-bike 因為基隆多餘 基隆的山坡地多 所以我在這邊我還是要勸市長回頭試案 我相信政策不能說它好或者是不好 但是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是真的可以符合基隆市民的一個需求 又可以解決基隆的交通問題 甚至可以倡導您所謂的環保的一個議題 我想這一些事情其實是你要好好仔細思考的 公益青年就業補助電動機車計畫推動後 市長謝國良在市議會的市長市政總報告時 坦承申請人數少不如預期會繼續努力 其實也不滿這個一個月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政策 其實需要更多的時間 民眾才會知道 就像288這個月票其實很好 但其實很多民眾真的還是不知道 雖然你有看到新聞有討論 有時候我們應該是說在政策領域裡面的同仁們 或者先進各位議員長官們 我們討論得很熱烈 可是民眾其實不一定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去讓這個證件能夠沉澱 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到然後再來積極的是否的參與 那當然我也跟這個兩家這個得標機車業者講 那現在如果申請不夠那請你們還是要降價 那我們看看他們的回應如何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不過我也跟議員報告 我這個政策青年公益電動機 我覺得是一個正向大方向 那也沒有愛到任何人 那也沒有說做太大的排擠 或者是我們還是有守我們財政的一個基本紀律 所以我不會隨便喊停的 我也不是碰到困難就會說那我就不做了這樣子 我們會繼續的努力去克服我們的困難 然後完成更多人可以既環保又做工 因為本來其實政府本來就是2030年全部都要換電動機車的 但是因為碰到困難它暫停了延後了 可是它政府還是有一天要走向全面電動機車化 所以基隆其實是走在趨勢的前面 碰到問題我們來想辦法解決 我倒沒有覺得說這個政策需要喊停或者是怎麼樣 而對於市議員們的批評和建議 市長表示感謝虛心接受 更打算另外再提出電動機車共享服務的措施 希望和現有公益青年電動機車一起推動 雙軌進行 那我真的覺得未來的青年的共享電動機車 是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去推動的下一個方針 那我最近也跟法治也好 跟電動機車廠商也好 正在研理這方面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也可以採購更多的電動機車 然後把它用共享的模式放在我們基隆市的大街小巷 也就是說我們基隆市即將要進入電動機車共享 要開始進入而且希望能夠達到普及化的這個想法跟趨勢 所以感謝浩安議員 感謝佩祥議員 他們剛剛給我們的指點 佩祥議員說U-bike 然後浩安議員說共享機車 你們兩位說的都非常的正確 這也是國良我現在想要推動的 那我們可以推動電動機車共享 那也許我們對年輕人的門檻 我們再降低一點了 現在就不要月費沒有關係 車體上他也不要費用 那只要曾經是做過公益的 我們對於他的要求也會相對的減低一些 只要他拿出一個證明來證明他是一個公益的青年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免費的使用這個共享的公益機車一定的時速 一定的這個里程 那其他的市民朋友當然也歡迎來付費參與這個共享機車的計畫 其實共享機車在這個很多縣市其實都已經相當相當的成熟 然而基隆到目前為止卻沒有任何共享的運據 所以是不是能夠一起來我們來搭配就是尊重各位議員的指導 感謝你們的指點 我們可以在這個我們目前的青年的公益的電動機車計畫裡面 來考慮用雙軌的方式來進行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然後叫他們說